美國共和黨精英今週末將會在川普的海湖莊園 舉行一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籌款大會 而共和黨大部分2024年總統競選的熱門人選 將會全部出席 川普在今週發聲明 支持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爭取2022年參議員連任 美國海軍航空母艦打擊群 與馬金島兩棲戒備群 在南中國海展開軍事演習 影片在網上曝光 外界認為美軍此舉是回應中共遼寧號航母群 日前在西太平洋舉行的軍事演習 福布斯發布2021年全球富豪榜 其中顯示有超過四成的新上榜者來自中國大陸 北京就成為全球億萬富翁最多的城市 有學者表示財富更快地向少數人集中 說明更多中國普通人的財富在遭受損失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黃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0日星期六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根據福克斯新聞報道 美國共和黨精英今週末將會在佛羅里達州 中旅灘舉行一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籌款大會 其中包括該黨大部分的2024年總統競選的熱門參選人 今次為期兩天的會議將會在佛州中旅灘的 四季度假村舉行 不過在星期六四月10日晚上 將會移屍到川普的海湖莊園度假村 到時川普將會向與會者發表演講 根據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預計到時出席的共和黨人將會包括佛州州長 羅恩·德桑蒂斯 南達科他州州長克里斯蒂諾姆 前國務卿麥克·蓬佩奧 亞肯式州參議員湯姆·科頓 和佛州參議員、共和黨全國參議員委員會主席 李克·斯科特、佛州參議員馬可奴·比奧 也將出席 而這六名政界人士都被認為 有望成為共和黨下一屆總統大選候選人 不過將會在今次會議上發言的川普 也被認為很可能2024年再次參選 目前距離下一屆總統大選序幕拉開 還有超過一年半的時間 也就是要在2022年中期選舉結束後 不過這個週末的捐贈者會議 已經是共和黨精英在今年度的第三次聚會 另外在幾個星期後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成員 還將會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舉行另一次會議 到時這些有望入主白宮的共和黨人 很可能再次露面 參與策劃會議的人表示 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和捐贈者分享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所制定的 共和黨發展計劃 以及捐贈者如何能夠幫助 共和黨人實現他們的計劃 目前共和黨人的目標是在 在2020年中期選舉當中 重新贏得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 除此之外 前白宮幕僚長馬克·梅多斯 和前南卡參議員吉姆·德·明特 目前正在海湖莊園 準備為他們新成立的非營利組織 舉辦為期兩天的籌款聚會 根據美國傳媒Newsmax的報導 川普在今週五早上 通過《挽救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發表聲明表示 支持參議員馬可·盧比奧 爭取2022年參議員連任 川普在聲明中說 我很榮幸能夠給予美國參議員 馬可·盧比奧完全的支持 盧比奧一直是佛羅里達州人民的倡導者 爭取減稅 支持我們的第二修正案 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退伍軍人 他還說 盧比奧和我一起改革退伍軍人事務部 幫助我們的小企業發展 在他的幫助之下 我們實現了婦女、非裔美國人 西班牙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 以及幾乎所有美國人的最低失業率 我們一起與古巴、委內瑞拉裔社區密切合作 並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川普指出 盧比奧還曾擔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 他在主持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期間 就假的俄羅斯騙局作出裁決 宣布川普總統與俄羅斯沒有任何關係 川普表示 盧比奧絕不會讓偉大的佛羅里達州人民 和我們的國家失望 對此 盧比奧在同一天回應表示 自己感謝川普總統的支持 以及川普在我們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上的領導力 包括應對來自中共的威脅 川普總統將好的工作帶回去美國的做法 盧比奧在2010年首次當選美國參議員 2016年成為總統競選人之一 目前他在參議院多個委員會任職 包括小企業和創業委員會 和外交關係委員會 也都是西半球、公民安全、跨國犯罪、民主、 人權和全球婦女問題小組委員會的排名成員 他也是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的副主席 以及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副主席 今週五 美國海軍西奧多羅斯福航空母艦打擊群 和馬金島兩棲戒備群 在南中國海展開聯合遠征行動演習 美軍第七艦隊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段演習影片 外界認為美軍此舉是回應中共遼寧號航母群 日前在西太平洋舉行的軍演 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發布的新聞稿中指出 兩組打擊群的艦艇和軍機在國際水域協調行動 進行了多領域海軍整合演習 以支持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兩個打擊群在一起協調作戰的時候 聯合遠征行動參與了多種演習 包括戰術機動、建立聯合指揮和控制通訊等 指揮官司陶爾特·貝特上司機表示 列至遠征打擊部隊充分表明 我們擁有一支可信賴的作戰部隊 能對任何突發事件作出反應 制止侵略 並為支持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 提供區域安全和穩定 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發布新聞稿中提到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經常進行前瞻性海軍行動 以支持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 作為美國海軍人數最多的艦隊 第七艦隊和其他35個海軍國家進行互動 建立促進海上安全、促進穩定和防止衝突的夥伴關係 近日福布司法部2021年全球富豪榜 其中顯示有超過四成的新上榜者來自中國大陸 北京就成為全球億萬富翁最多的城市 有學者表示 財富更快地向少數人集中 說明更多的中國普通人的財富在遭受損失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在這些億萬富翁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竟然高達626人 而且身面孔當中有超過四成來自大陸 此外北京已經成為全球億萬富翁人數最多的城市 總數達到100名 紐約共99名位居第二 中國財富在向富豪迅速集中的同時 貧富差距也在日益擴大 就在近日 河北卡車司機甘德強因為被罰款2000元人民幣 而飲農藥自殺身亡的慘劇 成為中國輿論關注的熱門話題 金德強從事運輸行業10年 辛苦支撐著一個陸口之家 新患多種疾病 逝世之後 家人看到他的帳戶裏只有6000元 旅居美國的中國經濟學者 秦偉平對此表示 當財富更快地向少數人集中 說明更多的中國普通人的財富在遭受損失 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失衡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秦偉平還指出 站在台前的其實是權貴的白手套 中國真正的富豪永遠是一個謎 譬如省部級以上的幹部人大代表 如果加上這些隱形富豪的話 中國富豪可能遠超美國富豪 哈爾濱公民廖成就表示 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國富豪激增 只能證明底層人民被剝削得更加慘烈 誕生那麼多富豪 不是中國的光榮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